大家好,我是老黄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非常简单 我只想说一个观点 昨天我们老板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 我把这个案例念一遍 上述法庭驳回了在之前申请政治庇护的申请中 冒充伊朗人的伊拉克男子的上述 我以前说过我们这个律师事务所 绝大部分的客人是来自于中东 伊朗啊,伊拉克啊,还有土耳其 就是内带地方 中国人在里面不多,很少 有一个小组,就是我们这个小组 但是呢,人不多 但我们经常分享这些案例 高级法庭驳回了一名伊拉克男子的上述 他在第一次申请政治庇护的时候呢 谎称他是伊朗人 因为大家都知道 伊朗申请政治庇护成功率相当的高 几乎是达到95% 甚至连第二次大面试都不用去 所以呢,有些伊拉克人他来英国申请政治庇护 他说他是伊朗人 因为他们那个国家呢 有些人他们又会说伊朗话 又会说伊拉克话 但是呢 这个人呢 伊拉克人他是2012年 他来英国申请政治庇护 他呢,说谎了 他说他是伊朗人 但是没成功 他在2012年呢 又返回伊拉克了 但是呢 在2020年 他又一月份 他又返回英国再次申请政治庇护 也就是说时隔八年 八年他又回到英国 又来申请政治庇护 但是在这次申请政治庇护的时候呢 他呢 没有说谎 他说自己是伊拉克人 但是问题是 申请政治庇护的人 都是按过子摩的 你没办法撒谎了 所以呢 他就说自己是伊拉克人 但是他在解释 为什么当年撒谎 谎称自己是伊拉克 是伊朗人的 他给出的理由是这样的 他说呢 当年呢 那个 在前往英国的时候呢 在路上呢 他遇到了 其他的一些人 叫什么呢 叫库尔德人 他们给他的建议 所以呢 他就在他们的建议下 他这样做的 他这个理由呢 就在上诉庭呢 就立马给驳回了 一级法庭 以简短而有力的措辞 驳回了他的上诉 然后他不满 他再上诉 那么上诉庭呢 也驳回了他的上诉 上诉庭说呢 一级法官已经处理了 所需要的 他处理的所有的主要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呢 当庭就被处理掉了 在一级法庭的时候 那么这里呢 这个案例呢 后来呢 就把它归纳到英国的 这个案例法里面 是关于专门 就是一个 对申请人的一个 可信度调查 里面呢 专门有一个案例 就是关于 怎么样来处理 撒谎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对中国人也有用 因为在申请政治庇护的时候呢 很多人免不了 在说话的时候有水分 当然我不建议这样做 但是呢 其实英国的上述庭的法官 有的时候也表示同情 也就是当一个人 面临到生死攸关的时候 他可能是会撒谎 但这并不是说 你要原谅他 他应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里呢 这个案例呢 他说出了两点 要大家注意 就是说 第一 也就是说呢 在某些情况下 在法庭上呢 你要把以前的事情说清楚 解释清楚 也就是说 虽然你这次申请政治庇护用的理由和以前不一样 但是以前你为什么撒谎 为什么说你是伊朗人 所以我们有这个法律依据要求你解释这个问题 而且法官呢 应该呢 可以做出一个简短的 有力的答复 应该让当事人立马知道 他被拒绝的理由是什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如果上述人 他接受了 也就是说他承认 他在以前 杀过谎 那么他就必须要解释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 你为什么要撒谎 而且法官要来调查或者判断 他这个解释能不能被法官接受 那么这两点呢 其实呢 我今天这个视频最重要的 我想说的一点 他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是这样子的 他解释当年撒谎的原因 他说他是在前往英国的旅途中遇到 其他啊 库尔德人的建议下 他才这样做的 啊 这就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也就是他这个理由 不被法官接受 一马给拒绝了 这个里面最核心的 就是说 你说你是接受 路上接受别人的建议 你这样做 换句话说 你是主动的 只是别人给你建议 别人给你很多建议 但是你接受了这个建议 换句话说 你撒谎是主动的 是有益的 并不是被强迫的 注意强迫的 或者在某种恐吓下 啊 你担心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 生命的威胁 最核心的是 你是自愿的 而别人建议你这样子 你不能说因为他建议我 我按照他的建议去做 那责任就是他的 不是这样子的 责任还是在你身上 那么他是在 库尔德人的建议下 他这样做了 但是 如果他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说是在旅途 中介 也就是舌头 把他带出来的时候 在中介的强迫和威胁下面 不得已而做的这件事情 那完全是不同的两种性质 所以英国它是个 当然了 你不能瞎说 对不对 你最好如果有证据 能证明 你是被强迫的 但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只要有一点点存在 胁迫 恐惧的威胁下 你做了你本身 你不想做的事情 那么 这一点 就能够让你摆脱 这个撒谎的 这个有益的 主动性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结果 那么 很多人在包囃面 就遇到一些问题 他们看到移民局的拒绝性以后 他们总是会对移民局拒绝他的理由 事后诸葛亮 就看结果 然后就说 哎呀 我当时要不这么说就好 哎呀 我当时要不这么说就好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 你说的事情 移民局能够有可能发现你是撒谎 那么你有没有想到 一旦你当时没有说实话 最后给查出来了 你怎么办 你整个可信度的大楼 就全部坍塌了 就像一座大楼 你的下面的基石烂掉了 那上面大楼就完蛋了 但是 如果你基础没有换 你没有撒谎 换句话说 他们也没有办法去 有证据来证明你撒谎 或者甚至最后 你当时没有自己承认 自己是有意欺骗移民局的 那这个时候 即便他后来又找出其他的理由 来拒绝你 这是可以解释的 你还有一条后路可以走 但是如果你前面 已经把自己的基础给毁灭掉了 你连后路都没有 说话的 在辩解的 这个理由都找不到了 包括移民局 说错了 包括 你的律师事务所请的 这个法律辩护师 替你辩护都变得都没有力了 所以有的时候干脆 哎呀 你这个可信度已经彻底崩塌掉了 我们呢 也就不做辩护了 也就是不接受你的案子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